中文字幕——YK 大家好,今天有我曹展儀为你们主持《恩语同路人》。 我今天为你们预备的是一个特辑,是纪念亲爱的曾永辉牧师。 希望大家在听过这个特辑之后,都可以从曾牧师的生平日时当中,被她的生命力所感染。 她对人的那份热成和爱心,她在抗癌的五年当中那种坚强的信心。 她由一个赌钱、打架的小孩,转变成为一个哀人如己、热心传福音的牧师。 在曾牧师的生命见证里面,都愿意来看到,她所传扬的神是如何给她生命的喜乐、力量和盼望。 在早几年,《恩语之声》的电台制作报,有机会与曾牧师做了两次访问。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都会记录这两次访问的片段,让大家都可以听回曾牧师她自己亲身的分享。 在她的言谈当中,你都可以感觉到曾牧师的风趣幽默和热成。 曾永辉牧师在1952年8月16日出生,1966年14岁的时候信主,中学毕业后去读神学,1975年去菲律宾全道。 三年后,回回香港,由1978年起,任基督教宣道原主任达11年。 到了1989年,就去美国马里兰州牧养教会。 2000年7月至2004年7月,在东西欧全道。 之后返回美国,在罗德岛牧养教会。 2004年12月,确诊患上鼻烟癌。 2009年11月15日,安息主怀。 中年57岁。 曾荣飞牧师小时候很赖,赌钱,打架,抢银包。 在她12岁的时候,她第一次意识到死亡。 事发那天,她和两个好朋友一起踩单车。 其中一个,在爬她两个头的时候,被车撞死。 这件事令到年幼的曾荣飞师觉得,人的生命很脆弱。 觉得无奈,有莫名的恐惧。 她越学越坏,想做好,又做不到。 不想做坏事,但偏偏又做,内心很矛盾。 直到她14岁的时候,生命有一个大的扭转。 香港的时候,我是一个都挺轻的青年人。 都越来越坏了。 不过很感谢神,我有一对很好的父母。 特别我妈妈,当时已经很爱主耶稣。 她时时都为了我和我哥哥。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哥很乖,都做了牧师。 而哥哥和我,都可以说是黑羊,在家里面的黑羊仔。 妈妈,时时为我们两兄弟,流泪祈祷。 我们知道。 另一件他做的,就是叫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伯伯,Uncle,Auntie,关心我。 因为有时本地姜不辣,但是Uncle哥哥姐姐很关心我, 他们都知道我预备,但是他们不说这些, 就真的是关心我,请我出去吃饭,跟我去喝茶, 然后你回来教会,我们很想念你,那里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都很好, 虽然我不会立刻去,但是我心就软化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又怀元回来了,那时候真的很怀, 我住在一些屋邨,把人家的垃圾桶全部放在街上, 我住在七楼,那种很兴奋的傻瓜, 听到垃圾桶跌到地上,一声就走走,追不到我, 做这些无聊事,有时偷东西,不是大偷,搶人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不对,但是妈妈为我祈祷,我很感动, 那时候的心里便觉得,是否我还要继续这种生活, 而到有人最终被人拉了,坐牢,人生都没有盼望,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这样的转类点, 我又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我读的学校,宣度中学, 很着重将福音,和将好的教育,和一个好的人品, 去教导他的学生,我在那里便听到耶稣, 我就真的看到一些很好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为,见证,表现, 不单止是同学,或者是师兄师姐,更加是老师, 我看见教我读书的老师,他们的表现, 学校请到一些宣教士,从美国来的, 他们讲英文,我都不会听,不过翻译, 我看见这些宣教士,他们讲的,我就很受感动, 我就将自己交给耶稣,信了之后,就很快乐,很平安, 读书呢,就勤力进步,我以前读书呢,是考第一, 不过是在最后的数上来,然后我信了耶稣之后的第一年, 我记得我是考第一名的,不过考了一次, 之后呢,都不是很差,再考不了第一了, 所以呢,这个是我生命的转机, 不过我想祈祷很紧要的,有人告诉我, 我听吧,信耶稣不是只是听,听没错,我们听到明白, 信耶稣就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肯真的向神, 向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跟祂说话, 告诉祂听,我很难过,或者我很多压力,请祢帮我, 或者我现在很开心,我想找个人讲一下, 告诉耶稣听,耶稣说我很开心, 因为不知因为祢帮我呢,如果是祢的话,我会更感激祢, 我想更认识祢,我发现很多朋友呢, 他真的这样是跟耶稣,跟神谈论呢, 而慢慢产生了这种形式和关系的, 希望你是那位呢! 曾牧師信了主之後,又是甚麼令到他日後立志,做一個牧師呢? 我記得我十四歲信耶穌,十六歲那年,我就真的很決心,我說我不單要信耶穌,我還要做一個很認真的信耶穌的人,我要告訴別人關於耶穌的事,我要告訴別人耶穌可以改變一個罪人, 就好像我一樣,要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我就很認真,沒多久,我就繼續去教會,我就覺得,甚至會不會耶穌要我將來做一個傳道的人,做一個牧師呢? 我記得那時小時候都很喜歡說話,又很喜歡學做醫生,又喜歡做律師,怎知道呢? 神就很奇妙,沒有帶領我做律師,又沒有做醫師,又做了牧師。 所以我有這個心的時候,我都後來跟我爸爸媽媽說,所以我爸爸媽媽也都是很贊成支持我們。 我們是窮家人,爸爸媽媽也都希望子女出來賺得多一點的錢,所以律師、醫師都是我爸爸媽媽對我的夢想,雖然我未必是這樣的材料。 但是,我很喜歡講話,又很喜歡唱歌,所以後來我就在香港,就去讀神學院。 讀完神學,我也因為有機會,我長大的教會是講國語的,所以我練習我的國語。 我畢業之後,我就去菲律賓傳道,用我的國語,然後學會了福建話,以致我能夠傳道的範圍和聽眾,就會廣闊了很多。 那個時候是23歲,我就開始出來傳道了。 在菲律賓傳道的時候,曾牧師不單止學會了福建話,又因為他喜歡唱歌,還學會了彈結他。 當時,我一個人才去菲律賓,因為師母還沒去,當時他還沒去。 我在那裡,都悶悶地,那天就不知道怎樣。 有個年輕人,他就是混血兒,他信了耶穌,他的媽媽是菲律賓人,他爸爸是中國人。 他又說福建話,他說,曾牧師,那時候我是曾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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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你玩結他,好嗎? 我就,好呀,反正沒什麼做。 我還記得,按結他,按Cord,D,A,G,C,最簡單的四個,Cord,F。 我就學那首歌,還記得學那首歌,就是,我主真好,耶穌真好,就學那首歌。 哇,手都起枕,皮都爛,但就學會了結他,不是彈得很好,但結他是易學難精的。 所以,我就是所謂易學了,我又很喜歡唱歌,我發現唱歌很好,和我傳道很有關係。 那我還記得,以前在宣道中學的同學,他有教我一首印尼的歌,就是,我今有快樂,快樂,快樂,在我心中。 那我那首歌,九成幾,我都記得,我一見到馬來西亞人,見到菲律賓來,總之,亞洲那個,南亞那邊來, 我都搞亂了,我就唱,西亞巴蘇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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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南亞鐵。 有些人認識,就眼都大迷,怎麼會認識這些東西呢? 有些人不認識,就覺得,咦,似似的我們的畫,不過又不准,又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唱歌是一件很好的事。 講到唱歌,就真是不得不提曾牧師他那種很活潑的傳福音的方法。 當曾牧師離開菲律賓之後,他就回到香港,在粉嶺的孫道園做主任。 我們又看看,他在那裡是怎樣傳福音呢? 我回到香港,就去到一個基督教的營地,就是專門給人度假的,叫做孫道園,在粉嶺,開夏令會,周末營,或者教育營等等。 於是我在那裡,一做就做了十一年,很開心。 我一年有機會接觸大概五萬個香港人,小時候小朋友,到老人家來殺太極的。 有些是以前吸毒的,有些以前是妓女,有些委員會,有些是政治方面的一些機構等等。 他們來到我們那裡,我們有機會跟他們說說耶穌,傳福音。 我記得我們跟他們說,你們來,因為我們基督教,我們一定要說說耶穌。 有時他們都不喜歡,為何我給錢,你還要聽耶穌? 因為我收下你很便宜,你不夠養我的。 我的錢是要耶穌的人捐的。 所以我們怎麼都要說說,你給我盡我的責任。 不過你不用怕,我不會說得很悶的,一會兒幾分鐘而已。 你說什麼? 我說,不告訴你先。 他說不行,你講一講,因為我要和我的客人,我的老闆交代。 我說,好啦,我會唱首小李飛刀。 我會唱一下徐小鳳的《風雨同路》。 我會唱一下Peter Paul and Mary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或者《blowing in the wind》,或者《500 miles》。 我會唱一些文歌,我會唱一些有哲理的歌曲。 我說,我不是太懂得唱粵曲了,但是她花了這麼多幾句。 我說,我唱完會說兩句耶穌。 我發現在那十幾年裡,十一年,這些朋友最先和一個很冷的坐在那裡。 直到我在那五分鐘的短講唱歌之後,他們拍爛手掌。 接著我就邀請他們以後再來聽耶穌。 所以在那十幾年裡,真的很感謝神。 有時平均有一年五千人,八千人信耶穌。 我們傳福音講神的道理,不是大隻講的,不是得個講。 而是將生命,生活,行為,和信仰,和我們的生命配合。 identified अ WILL我是 Миха 彈點半點火花,將火 Ans minimβ. 絃火絮燃消� alc私 me 星光重燃四周 冰眼被禍戀驱散 神的爱亦是这样 天天信心真相 从每个人传到社困 神将这爱全阳 在宣导员工作十一年之后 曾永辉牧师就去了美国马里兰州牧羊教会 在那里一租又是十一年 之后他有四年的时间在东西欧传道 曾牧师是个好意切去传福音 去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人分享的牧者 他好关心人,满有爱心 在以下几段访问曾牧师在东西欧传道的片段当中 曾牧师的这种情怀可见一斑 曾牧师的幽默感,他心中的喜乐 继续在他的言谈中表露无为 我去那里看看中国人在那里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很想了解他们 因为听人说很多人在中国大陆出来 而且他们都是说国语的为主 所以我就去看 看了之后就令到我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其实人生不只是要一个安定的工作和优厚的身份 或者生活 而是英文说passion 你有一个那个心 那个怜爱人的心 就是看见人的需要那种不是可怜他 而是觉得 为什么我给他那么幸福 而我不将我所有的快乐和幸福和人分享呢? 我发现到在东欧呢 就是一个中国大陆 让很多中国的商人或者工人出来的第一个地方 那么东欧那些地方 很多都是以前是受极权共产主义所控制 现在都是纷纷独立 所以开了这个大门 中国人就进去做生意 摆地摊 然后跟着有摊位 然后开餐馆 或者在街上摆卖等等 那么他们很艱苦 多数他们都将那些子女和他们的老人家留在乡下 然后呢 他们就两夫妇真是赤手空拳 有时甚至夫妇当中只有一个人出来 一个留在大陆看小孩 借钱去办手续出来 借钱去做生意 是很艰苦 又有私家 在那地方被人欺负 还有他们学当地的言语做买卖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又见到呢 还有学生出来东欧读书 那你在乌克兰 最少我知道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中国学生 几千元美金 三千元美金可以一年吃住 就在那里来读书 先要学俄文 真是俄文 明确是俄我 我都懂两句 他们每个东欧国家都有中国人 中国人很聪明 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 不死得就几不走 快死了就去都不见了 所以都挺有趣 我在那里和他们生活 都觉得他们对我很尊重 因为知道我去美国 知道我是想去了解他们 帮助他们 所以虽然我是内在美 即是我太太在美国 内在美的一个 已经结婚的曾牧师 在那里都交朋友 还有很享受 去到全那里 交朋友 天天去市场跑 天天去餐馆邀请人 这样的时候 这些人来了 来来来来听听 听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 我们将这个快乐平安 带给这些朋友 他们是很感激 还有他们有时都问我 他们说 我真的不明白 曾牧师 为什么你们这样搞个教会 就会那么成功 你又没有人拿钱 你们又有搞定交到租 那些人乖乖地捐钱交租 是什么事 我们搞同乡会不成功 我们搞联谊会 那个头都走迷路 后面我这些朋友 我们带他去信了耶稣 他说 曾牧师 我们跟他说 因为以前我们搞什么会 都是说功利 和好处 你们现在说耶稣 你们唱歌 放VCD 播同路人 是令到我们很欢喜快乐 所以我就觉得最大的收获 和报酬 是这些胜过其他的 是令到我们很欢喜快乐 曾牧师虽然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困难 他没有孤单 他没有愤怒的时候 在这些情况之下 曾牧师又是怎样去面对呢? 我亦都是作为一个牧师 但是我是很关心这些朋友 我亦都将我的信仰 我们基督教信仰 亦都是国父孙中山的信仰 介绍给这些朋友 我发现他们很开放的接受 去了解 去和我们谈论甚至争论 之后我就发现到 无论商人也好 学生也好 亦都有很多 真的接受了这个信仰 我看见他们 就开始很平安快乐 问我拿圣经 问我拿恩语那些材料 买花、振花 多谢 多谢你们 而且我教他们唱一首歌 叫《同路人》 是大陆朋友写的 很好听 他们喜欢到不得了 我觉得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还记得那一次 我刚刚和他们传言到 我带了两个医生 和我太太 还有一个工程师 我们五个人 就去两个国家 就是保加利亚和乌克兰 乌克兰全渡回家的时候 很多人接我飞机 我又不是那么出名 为什么那么多人接我飞机呢 原来我家在保加利亚的家 两道门四把锁 就全部被叫烂了 偷了我所有的财物 那些财物都是电脑 都成六七千元美金的东西 因为那些朋友 他们知道我家被爆舌 他们就很多 一起接我飞机 就把我们五个人分成五架车 但他们怕我们集体心脏病 一起死 分开五个死 然后跟着问我 周牧师你想怎样 回家还是怎样 我回家没用 反正偷了 没有东西偷了 我回教会 于是在教会 坐了五十个人 他们眼睛看着我 看我怎样反应 我当然很难过 又生气又难过 又痛心 不见了一些东西 传道很不容易 但是呢 那天我们就唱同路人这首歌 那天我就讲一篇道 告诉那些朋友 世界上我们会有苦难 以及不是代表 周宣信耶稣 都不是代表一帆封信 我们就觉得这一次呢 令到我和这帮东欧的朋友呢 和这件事 令我再和人分享的时候 很能够引起共鸣 因为对他来说 我问那些朋友 我说 你们被偷被抢多少次 我经常问他 叫他举手 有个给我举了五次手 我说你真还是假 他说真的 我们已经被抢了四次五次 会累的 不过感谢神 圣经说得很好 就是说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都必如何 所以呢 我觉得神是给我力量 给我去做 做得很欢喜快乐 东欧西欧的朋友 说我是开心果 说我是活神仙 我说神仙就不要叫了 神仙因为我不是神了 我要将真神介绍给你 连孙中山都信真神 所以呢 我说你不要这么叫我 你叫我开心果好了 所以呢 那里孤单也会有的 因为有时 但是打电话又很贵 你时时的信号又很差 跟我太太打电话又很慢 那现在有些改变了 挺好了 现在开始快一点 但是孤单感觉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都是知道 天上的神是在照顾我 还有我有个好朋友 我的家人 都是支持我 我有个好老的爸爸妈妈 84岁82岁 还在芝加哥 他们经常都跟我说 儿子呀 你去传道 我们没办法帮你 不过我们天天为你祈祷 圣经的说话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就是说到神会帮助我们 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我们的困难 打电话来生命热线 我们可以讲解多些 有关这位神的事给你听 好了 节目来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 我们会听下 曾永辉牧师 如何面对癌症 如果你想多些了解基督教信仰 你有什么烦恼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帮到你 打电话来和我们聊聊天 我们的生命热线号码是 4167883322 中文字幕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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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